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王双周 日前因为签证被拒 被迫离开中国 这是13个月来 第二名纽约时报记者因为拿不到签证 而被迫离开中国大陆 美国白宫发言人针对这起事件 罕见的发表声明 谴责中共当局限制和阻碍外国记者工作 是在践踏新闻自由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白宫发言人坎尼在1月30号发表声明说 中国拖延外国记者签证 限制他们前往政府认为的敏感地区 在一些案例中 地方政府甚至采取暴力手段 这种做法违反了新闻自由 跟美国对待中国和其他外国记者的做法截然相反 白宫罕见的声明引发了众多驻华外国记者的共鸣 记者们指出 中共当局用各种手段刁难外国记者的现象 并不是个例 而且非常普遍 据了解 王双周是13个月以来 第二名因拿不到签证 而被迫离开中国大陆的纽约时报记者 至于确实是第二个美国的一个记者 拿不到记者签证 其实还有记者去生存的时候 也来不到 或者就是一直在等 我们对于现代中央政府 对于各外的记者 在中国出工作 或者在采访 好像对他们怨言 我们不晓得 他背后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只不过我们看着就是 一些心情 拿不到 立即在等 或者就是给咀嚼 白宫的声明还说 纽约时报记者王双周 因为中国拖延颁发签证 而被迫离开中国 我们深感失望 我们继续关注王双周事件 以及另外几名美国记者 等待几个月 甚至半年 都没有得到记者证和签证的问题 第一名纽约时报 驻北京记者黄安伟 在王双周离开的当天 发推文说 中国正徒劳地企图通过 封杀记者签证和全球网站 来影响新闻报道 可能他们去做一款报道的时候 就对中国政府做了一些批评 或者他们对于一些协会里面 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结论出来 就出现他们去申请 做签证的时候就有困难 我们相信中国中央政府 就要去他们去采访 报道的一个内容 来决定 没拒绝他们可以去拿得到 签证还是拿不到 透过公布签证作为门卡 影响新闻记忆是很明显的一点 中共对国外媒体 对中国中央记者和国外证信 为否给他们带来 所谓不利的影响报道 但是他完全拒绝国外的呢 也不可能 他只是想利用国外的媒体 只是报道对他有利的一些内容 一旦呢 国外的这个媒体的驻华记者 总是挑一些他认为 不愿意不愿意看到的这些报道 要打压 就要封杀 不愿意签证 此外 外国驻华记者俱乐部 国际记者联合会等组织 以及一些海内外记者媒体人 都对中共当局的做法表示 非常失望 愤怒和遗憾 国际记者联合会 香港和中国区代表胡立云指出 一份刚刚出来的 关于中国和香港新闻自由状况的调查显示 在过去的一年中 中国新闻状况越来越差 尤其是央视播放的有关 微博大V薛满子 和新快报记者陈永舟 认罪忏悔的镜头 胡立云表示 无论当事人是否自由 作为媒体 都不应该在法庭宣布审判结果之前 播出相关认罪画面 这一点 严重违反专业新闻的专业操守和国际公约 胡立云认为 CCTV彻底沦为了当局的宣传工具 而不是一个新闻媒体 胡立云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尽快调查中共对新闻自由打压的真实情况 使外国记者能有一个正常的工作和采访环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